四山頂部有一個秀南棟 已經要去讀國秀 但是一直沒去報道 京鳳梨的南部找到秀南棟的爸爸 想不到這個爸爸說 秀南棟三五月大就已經失望 一直到九年 他才把失替 等於基隆的山區 也就是說這個爸爸 伴孩子的失替伴兩年 這個案件很多疑點 第一,這父母對孩子失望的原因 講返不太一樣 第二,這媽媽竟然說 月車還有看到孩子 還幫他來辦理到新生佛道 而且這兩年也來領用餘町貼 這對父母是不是有事情來問完 今天繼續對家 京鳳對這個青烏山女人 在山口一直在宿舍 小人的老爸心瓜吃香 就好想失替等於什麼 三路真驚也沒有好處 京鳳在這個鳳梨丫頭 真的發現到 女兒的失替 生姓的老爸說 如果過生了後 就一直就失替倉底出來 黃姓申父辦事 將近六年的時間 去年底他帶著男嬰的遺體 專程從台中跑回家鄉基隆 最後將親生兒子丟在這處 偏遠山區 這件案件其實也充滿幾點 老爸說如果是營營死的 也沒有說是營死的 兩個人的公開不一樣 女兒也沒有合作 幼苗的記錄 衛生局也沒有通報對中 甚至女兒的家秀 過去各班青年 新北市社會局 是女兒的頂貼 老爸說 今天出事三個月的貴姓 不過女兒在五月 所關心國小接客 算定的報道 老婆警察說有看到小孩 說法都倒不起來 媽媽也說他上禮拜才見過孩子 外婆那今天就是 並不希望學校去家庭訪問 就是一家人可能都在說話 專案問回了後 老爸以色情罪 危機死體罪嚴上班 警方沒拜託 其實老母也在前 這口罩到底在問問什麼 今天將會繼續對著進行 哈囉我是萊亞 想要搶耳聲 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